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咔嚓一声门锁被打开 但上面的锁链却来不及拿掉 在四人追上来之前 她准备透过缝隙逃出去 可她刚探出身子却不小心摔倒 然后就被一把距离直接拉了回去 女人慌忙转身求饶 可回应她的确实 时间一晃来到三个月后 女主安娜本是一个涉事未深的修女 因为所在的修道院关门大吉 她只能寻找下一个安身之所 但却鬼使神差地被介绍到这家恶魔修道院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来到这里将是她噩梦的开始 在接受完院长的洗礼之后 安娜顺其自然地成为了这里面的修女 可就在当晚 刚洗漱完的安娜正准备睡觉 这时她猛然听见地下室里传来一段圣人的声音 于是她撞着胆子前去查看 在穿过大厅之后 她才万分肯定那声音像是一个女人的哭声 于是她顺着声音的方向继续向前 推开大门她才猛然发现 是一个修女趴在耶稣神向前祈祷 起初安娜还以为她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本想着上前安慰一番 可女人刚一转头 虽然对方脸上呆的是头套 但这诡异的荧幕还是吓了安娜一跳 正打算找人去帮忙 却被修女掌叫住 安娜连忙解释说看到有人哭想帮帮她 可修女掌听后却淡定地告诉安娜 被情绪所困的人 哭出来往往是很好的发泄方式 接着她走到耶稣的神像前 在行完大礼之后 从供桌上拿出一根锈迹斑斑的钉子 在小心翼翼地递到安娜的手中 然后指向自己的手心 看到这里安娜像是明白了什么 赶忙转头朝着耶稣神像看去 只见她的手掌上有一个血洞 脚上则是插着同样的钉子 难不成这个钉子就是当初定死耶稣的树壳之一 可不知为何 在听完修女掌的教会后 安娜顿感一阵眩晕 紧接着就晕倒在地 而等她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出现在院长的身前 她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忏悔一番 可她刚准备开口 却发现眼前的景象不太对劲 只见院长所在的空间在慢慢拉远 然后整个人都消失在黑暗当中 就在安娜一脸疑惑的时候 突然被一股距离拉入墙中 眼前的景象也变得忽明忽暗 而等安娜朝着脚下看去 好在只是一场梦 但到了第二天 收拾东西的安娜却发现一件诡异的事 只见不远处一个名叫伊莎贝尔的修女 一脸怒气地看着她 可等安娜仔细看向对方 她又像幽灵般消失不见 这一幕令安娜不由地变得紧张 时间再次来到晚上 因为昨晚噩梦的缘故和白天的事情 一直令安娜精神紧绷 在关掉台灯后就准备好好睡上一觉 可刚要睡着的时候 身边却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她赶紧起身躲闪这才看清 是修道院里患有老年痴呆的修女 在发神经 可在剪掉安娜一搓头发后 她嘴里念念有词地说道 安娜只感觉她的言语有些奇怪并没有多想 随后将老人重新扶回床上躺好 可就在她准备返回的时候 却无意间注意到老人的双脚有些不太对劲 仔细看后才赫然发现 脚心上竟有两个十字架标志 而且这疤痕看上去更像是用烙铁生生烙上去的 第二天一早 她便准备将这件事告诉给好友格温 但还没说上几句就感觉一阵恶心 接着她被叫到院长办公室 除了神父和院长之外 在场的还有一位医生 三人都是一脸严肃地看着安娜 怀疑她是不是玷污了修女的神圣 三人面面相去 似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在这之后 安娜就被带到了医务室 掀开脸部后 里面是一台医学影像仪器 安娜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番检查 结果却令在场的人心头一惊 在院长看来 没有与男人接触就怀孕 此乃天赐圣女闻所未闻 安娜就这样被迫穿上圣装接受洗礼 下面的人无比虔诚地吟唱着圣歌歌颂心中之神 可有两个人却是例外 作为朋友 格温不免担忧起安娜 而反观伊莎贝尔 脸上却表现出一丝不甘甚至是怨恨 在这之后 安娜一心准备等待生产 但每次运气反应都令她苦苦堪言 而这一次 她却在呕吐物中找到一颗掉落的牙齿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太对劲 她怀疑是自己压力过大所导致 于是便躺在泳池中准备放松放松 这时她又听到外面似乎有人来了 起初安娜并没有在意 然而 这份大意险心让自己丧命 好在安娜身体灵活 挣脱束缚后就准备逃出去 但又被伊莎贝尔一把拉过去 暗在水中继续蹂躏 而且她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道 幸好有几个路过的修女 及时发现 经过医生的检查 胎儿并无大碍 但安娜对伊莎贝尔说的话一直很疑惑 于是便询问起神父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神父示意医生先停下 然后一脸严肃地告诉安娜 伊莎贝尔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不管她说什么都不足为奇 并向安娜保证 她会确保她的安全 但一想到牙齿莫名其妙地脱落 安娜赶紧起身提了一个要求 表示想去真正的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可却被神父当场拒绝 因为他们这里的医生是有执照的产科医生 完全可以应对 而最主要的原因 修女怀孕的事情如果传到外面 并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安娜最终还是被两人说服 但不知为何 她的心里总有一丝不安 这天她在走廊里面夺步时又看到圣人的隐秘 只见二楼两个戴着红色面罩的人注视着她 这面罩和当初地下室哭泣的女人脸上戴得如出一辙 就在安娜对此疑惑的时候 突然又看见有人跳楼 安娜待在原地愣了几秒 等她走上去一看 摔死的人正是先前欺负过她的兄弟伊莎贝尔 这一刻 安娜顿时感觉这间修道院不简单 于是便在心里暗自决定找机会离开 不曾想好友格温却先太一步 在与她抱怨了几句之后 近不顾神父的阻拦走上高台大声地喊道 听到这里的神父再也不淡定 赶紧叫来帮手将格温拉走 但就在当晚 安娜却迟迟没有见到格温返回 于是便拿起油灯四处寻找 人虽然没找到 却意外听见隔壁传来圣人的声音 于是她便透过孔洞朝里面看去 然而 这一看却吓了她一跳 只见消失已久的格温被绑在椅子上 随后黑衣人用铁器拉出她的舌头 然后绕到她的身边 在格温一脸渴求的目光极惨叫中 她就这样被嘎去了舌头 而外面的安娜刚好目睹全过程 她甚至惊恐到发不出声音 可就在此时 突然有人从背后捂住她的嘴 缓过神的安娜一眼就认出 眼前的人就是先前那个割断她头发的痴呆兄女 她先是笑眯眯地举起一个物件交给安娜 安娜认出这是自己的头发 但不知为何却被老人做成了人偶 不过现在她没时间管这些 请求老人能带她离开修道院 可不曾想老人听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 这一幕可把安娜吓坏了 第二天一早 修女长以及神父都被一阵凄惨的叫声惊醒 而等他们走进安娜的房间才猛然发现 安娜竟然出红了 为了她腹中胎儿的安全 神父当即决定带着安娜前往医院救治 可他们刚走不久 修女长就发现不太对劲 她先是在安娜的床边发现一戳羽毛 连忙俯下身子检查床底 这才看到一个带血的袋子 而等她倒出来里面的东西发现 竟是一只刚杀的母鸡 这才意识到被安娜耍了 于是便打电话给路上的神父 很快安娜就被带回秀道院 在洗净身上的污垢之后 她被绑在椅子上带到地下室 到了此时 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也撕掉了自己的伪装 一切起因还是这枚钉子 虽然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废铁 但她还真是当年病死耶稣的其中之一 时过两千年以后 神父等人是为数不多的知情者 而经过多年的仔细观察 钉子上面不仅残留着耶稣的血迹 甚至还发现肌肉组织和骨头碎片 这就是遗传密码 于是他们便试着复活耶稣改变世界 二十年的时间里 他们从未放弃过研究 像安娜这样的实验体不知死了多少个 而罐子里面所装的怪胎 大多都是没用的废品 唯独安娜这个完美孕育器的出现 才让他们看到希望 至于如何令安娜怀孕神父并没有细说 安娜文言直接懵了 但神父接下来的举动却令她怀疑人生 只见她从炉灶里取出一块烧红的十字甲 当安娜看到后顿感情况不一样 联想起痴呆修女脚下的疤痕 就知道接下来自己将遭遇什么 她恳求神父能放过她 但此时的神父嘴里阵阵有词地念着咒语 操起烙铁就朝着她走来 在这之后 安娜便被绑在椅子上关进小飞屋 她曾试过向外面呼救也无济于事 时间一晃就要到了临产期 安娜每天都要被迫接受一系列检查 然而就在这天 她趁着其他人都走出病房之际 操起十字架狠狠砸向修女斩 直到将她打成烂尼财场罢休 而在杀了一人之后 安娜就像是恶魔附身一般战力爆表 此时院长正站在高台 下一刻她却被安娜从背后冲上来勒住脖子 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当场斩杀 但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医生看到 好在她实相地走开 安娜连忙捡起地上的钥匙和火机 然后气冲冲地走进神父的实验室 打开一桶汽油后倒在地上 准备一把将这里烧个金光 不然还会有像她这样的人无辜丧命 可她刚准备点火 就被赶来的神父叫停 神父抓准时机 冲上去抢夺安娜手上的火机 却被安娜抡起瓶子砸向后脑 而安娜则是趁乱冲出实验室反锁大门 刚准备逃走却被神父抓住头发 安娜一时间动弹不得 这时她余光看向地面的汽油 然后果断打开火机丢了上去 大火瞬间燃起 很快便听到里面传来神父撕心裂肺的吼叫 本以为这个恶魔就此暴徒 但令安娜意外的是 如此状态也没能将她烧死 只听哼的一声 神父静静靠蛮力就撞开实验室的大门 安娜也被这一幕经得够呛 连忙起身朝着下面跑去 却意外闯入了修道院的密道 昏暗的环境令她辨别不了方向 好在关键的时候她找到一把手电 借着光亮她在密道里不停穿梭 兜兜转转不知多少圈后才看到出口 上面应该就是陆地 安娜顾不上腹部疼痛使出全力向外爬 可希望就在眼前时 她又被一股距离拉回密道 追上来的神父一把将安娜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刚刚大火虽然没咬了她的命 但她的脸部和肩膀的皮肤已经严重烧伤 可此时她顾不上疼痛 因为她从没忘记过复活耶稣的使命 随即她开始念起咒语 接着掏出一把手术刀 在安娜一生生痛苦的哀号中 她竟要切开安娜的肚子准备强行娶子 安娜虽然苦不堪言 但也不想束手就擒 只见她从怀中取出那枚钉子 在神父集中精神割腹之际 她朝着对方的脖子使出致命一击 随着鲜血不停地向外喷涌 这个十恶不赦的有罪之人终究葬身于此 在这之后 安娜拖着疲惫的身体总算是爬了出来 此时的她身上几脸部都已经被鲜血染红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但她的脸上似乎看不到喜悦 因为腹中的孩子她必须先解决掉 而她的方式简直可以用野蛮两个字形容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安娜竟靠着一己之力将孩子生了下来 注意这里安娜的表情 虽然这里没有给到孩子的画面 但从她的眼神不难看出 这个孩子的长相应该是异于长远 只见她走到远处捡起石头 然后静直地来到孩子身边 再将石头举过头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